多人都有養寵物的習慣 常常會有寵物看診的服務需求 在新北市淡水新市鎮 就有一家動物醫院 有別於傳統動物醫院的設計 營造讓毛小孩感到溫馨舒適的環境 如果不看招牌 真會以為這裡是一間西餐廳 走進大門 就是挑高門窗明亮的環境 在新北市淡水區新市鎮當中的 這一間動物醫院 不看招牌的話 還以為是一家西餐廳 由於近幾年 等國人養寵物的比例升高 而在淡水新市鎮當中 也有越來越多的市民家中 有寵物的習慣 為了提供寵物看診服務 這一家西安動物醫院 更打破傳統動物醫院的簡單場所 更營造出讓毛小孩 感到溫馨舒適的環境 包括所有預防症注射 一般常會我們遇到的 軟組織的外科 再包括進階的包括老年疾病 那我們醫院比較特別的是 我們的後診區比較大 然後我們的犬貓的門診是有分開的 我們有犬的診間跟貓的診間 另外我們有做 我們另外有多一個雷射的部分 就是有些老年疾病的話 如果有些特殊就沒有辦法吃藥 那雷射可以做一個很好的輔助 瘦醫師表示 動物醫院最主要的就是一般動物內外科診療 注射疫苗 老年疾病 腫瘤科門診 安寧治療等等 而這一間動物醫院最特別的就是 設置一處非常明亮寬敞的等待區 還有毛小孩玩樂區 而診間的部分也將貓狗種類分開看診 因為狗狗通常就是 你早晚會跟牠互動 你會餵食 所以一旦牠不吃飯 吐或拉 體重消瘦 你大概就知道牠的健康狀況出狀 但貓比較特別 貓通常早上有時候主人就是放在那邊 欸 每天回來看一下 飼料有減少 好要有吃就好了 所以貓貓比較常遇到就是說 通常都是疾病比較嚴重之後才帶過來 所以可能每天還是要跟動物有互動啦 每天需要摸摸看皮毛亮不亮 然後是不是都有定時吃飯 大小便是不是都OK 隨時掌握 隨時掌握牠的狀況 那狗以往都會去可能小型狗比較多 但是在淡水 其實大型狗還蠻多的 嗯 其實大家應該還是比較喜歡 大型狗可以在戶外奔跑 周醫師表示 毛與狗的照顧方式截然不同 但同樣的是 四主必須每天陪伴 與關心毛小孩的飲食狀況有沒有正常 而身上的矛盛如何 或者是排便情形 都是觀察毛小孩有無生病的方式 而獸醫師也發現 在淡水新施政都會區當中 不只是養寵物的多 貓狗比例各佔一半 當中的大型犬也不少 而這也是都會區少見的情況 而另外店家也裝設 紅樹林有線電視的網路監視器 增加店面的安全性 更期盼以全新的型態 創造出不一樣感受的動物醫院 記者許多恩一旦學採訪報導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